Hello,大家好,我是Summer,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最精进,而且是每个人都能学得会的暖气炉维护保养的方法 那么在北美地区啊,我在跟大家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咱们很多的华人朋友呢,非常注重对自己汽车的保养 但是呢,却忽略了对我们暖气炉,甚至空调,热水器等等这些设备的维护保养 那么有时候啊,大家会觉得,哎呀,我每年花个一百多块钱,对这个暖气炉进行保养有点浪费 有的朋友呢,甚至是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对暖气炉进行维护保养 所以呢,今天啊,我想教给大家一个不用花钱,也可以自己做到的简单,经济,而且是非常容易学的对于暖气炉的维护保养 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好了,我们不卖关子了啊,其实啊,这个方法就是定期更换过滤网,而且是要正确的更换 那么下面啊,我们就一一给大家展开,首先呢,我先来教大家如何正确的更换过滤网 那第一步,在准备更换过滤网之前,先要找到我们家里面暖气炉设备的总开关 一定要呢,要把它关闭,这一步啊,非常的重要 我在网上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教大家怎么更换过滤网 但是我发现啊,大家几乎都忽略了这一步 那么,在更换过滤网之前,把暖气炉的总开关关闭 这是我们安全的保障 那我认为啊,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在这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那么至于暖气炉的开关在哪里呢? 因为每一家房屋的结构都不是很一样 所以暖气炉开关的位置呢,也并不尽相同 所以我建议啊,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呢 可以先跟之前的屋主确认好 先了解自己家的暖气炉的总开关在哪里 因为这个总开关啊,不仅对于这个更换过滤网很重要 其实呢,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使用 那关于这一点呢,我在后面以后的视频当中呢 也打算专门来做一期跟大家讲一讲 好,那第一步,先找到暖气炉的开关,把它关掉 第二步,就是要找到安装过滤网的位置 并且确认家里面呢,过滤网的尺寸 因为现在超过20年的暖气炉呢,已经不太多了 所以呢,我们呢,就针对着比较普遍的暖气炉设备为例 那么因为过滤网啊,是为了阻挡风被抽回来的时候 所夹带的灰尘,头发和其他的杂质的 所以呢,它安装的位置一定是在出风管道和回风管道的中间 那大家来看一下这台设备 那么因为啊,使用过的过滤网的上面呢 会有很多的灰尘比较的脏 所以呢,大家在拿出来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温柔的把它取出 避免的灰尘到处飞扬 那至于尺寸呢 我们在过滤网的上面呢,都是可以找到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过滤网 这个尺寸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尺寸 大家可以看一下20乘以15乘以1 那么在这边,还有一个地方也标记着20乘以15乘以1 那么这是比较常见的 还有一个尺寸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那这个地方你看,标记着16乘以25乘以1 那么在这一面,16乘以25乘以1 有的过滤网呢,它可能不会在四周每一面上都标记 那你看我手里的这个是四周每一面上都有标记 这是我们这个暖空空调行业专用的一种过滤网 那么当然大家如果对它感兴趣 价格呢,经济实惠,而且呢,非常的好用 我们家呢,主要就是用的类似这种 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我说的这个过滤网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下方找这个购买它的网址 那么但是有的过滤网呢 可能不会在每一面上都做标记 但是总有一面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那么这是一种 还有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的这一种 这一种过滤网呢,它就不是在每一面上都有尺寸 但是呢,它在两面上有 大家可以看到25乘以16乘以2 那这个宽度呢,就会厚一些 当然呢,还有更厚的,还有5寸4寸的等等的不同型号的过滤网 所以呢,大家找到过滤网的位置之后呢 把过滤网抽出来 然后要看一下自己家里面的过滤网的尺寸是怎样的 那么才能够进行合适的购买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tip 如果之前没有做过标记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去找一支mark笔 然后呢,在您这个安装过滤网的这个盖子上面 把过滤网的尺寸记下来 这样呢,不管是将来谁负责去采购 都不会出现错误 好,这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要进行更换了 我们把旧的抽出来 我们要把新的装进去 那么在安装新的过滤网的时候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好,我们就以这个最常见的16乘以25乘以1 这个过滤网的为例啊 那么大家在安装过滤网的时候呀 首先要找到这个过滤网上面有一个箭头 我们来找一下 咦,找到了,在这里 大家看啊,在这一面,这个小箭头 这个箭头呢,它是单向的 大家看,它不是双向的 这说明什么呢 大家再看一下,过滤网本身 你也会发现 虽然它的材质是一个整体做出来的 但是呢,过滤网的两面并不是一样的结构 大家看,这一面呢,是有这种丝网的 而这一面呢,里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那么所以它这个箭头呢,也是单向的 这就说明,我们在更换过滤网的时候 它一定是有方向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过滤网 它的箭头指向哪里呢? 这个过滤网的箭头啊 一定是要指向暖气炉的主体 那么可能有的视频里面会告诉大家 说把它呀,指向出风管道 或者叫supply event 但是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哪一个是出风 哪一个是回风啊 那么在这里我简单的告诉大家 把这个箭头指向暖气炉的主体 才可以保证过滤网它的工作正常 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长期都没有更换过滤网 那么你在把这个旧的过滤网抽出来的时候啊 上面可能会非常的脏 甚至尘土飞扬 尽管你很轻柔了,很快速的在做 那么这种情况下呀 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找一个吸尘器 把暖气炉的这个外围 还有过滤网的这个上面呢 先进行简单的吸尘 然后再往外取 可能会对于有洁癖的朋友有所帮助啊 好,这是第三步 那么第四步呢,就是最后了 我们把过滤网的盖子安好之后呢 打开暖气炉的开关 让它恢复供暖 好,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们更换过滤网的四个步骤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快捷 谁都能学得会呢 不妨你下去以后啊 抓紧时间去试一下哟 所以啊,大家看 其实只需要几分钟的 这个更换过滤网的动作 就可以给我们的暖气炉设备呢 提供一个保驾护航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维护保养的动作 如果想要更好的对我们的暖气空调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呢 当然还是请大家要去找到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专业的操作 有的朋友们可能会问了 说这个更换过滤网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呀 然后甚至可以代替一些专业的维护保养的这种操作呢 那么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使用并定期更换过滤网 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那么在北美地区大家家里的供暖设备 绝大部分呢,现在都是furnace或者是暖气炉 也就是吹风的 那么这种furnace它的工作原理呢 是通过把风加热 然后呢,循环起来进行供暖的 所以呢,过滤网它起到的作用 就是在风循环的过程当中 阻挡被抽回来的风当中的灰尘 还有头发,还有其他的杂质 进入到这个暖气炉的主体当中 那么保护呢,吹风的马达 如果过滤网过脏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片里的过滤网 实在是脏的有点惨不忍睹啊 那么这种过滤网呢 它几乎就已经密密实实的把这个风挡住了 所以说呢,当这个风机在转动的时候 它没办法让这个风通过 所以风机呢,感受到之后呢 它就会加倍的努力的工作 那么自然时间不会用多久 那么这个风机就会被烧掉 有的时候甚至还会连累到主板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电路板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一旦风机或者是电路板出现故障 如果进行维修过的朋友就会知道 它的维修费用是非常的高的 绝对不止你可以一个月换一次 使用一年的过滤网的费用 这是过滤网啊,起到的最大的作用 就是可以延长我们设备的使用寿命 给我们省钱 那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能源消耗 也就是水电器账单当中的费用 那么能源部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在我们家里的这个水电器账单当中 冬天暖气和夏天的空调用量 占到了将近一半的消耗 尤其是对于我们冬天寒冷的地区 这一点呢就更加的明显了 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 如果呢一个使用了很长时间 没有被换掉的过滤网 它一定是脏兮兮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在把马达累坏之前 它一定是会消耗大量的电压气费的 增加我们钱包的负担 第三个呢 它可以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 因为过滤网呢 它挡住了循环当中的一些灰尘 头发和杂质的这些再循环 自然呢对我们室内的空气呢 就有一个改善作用 那如果想做到主动的清洁空气呢 那就一定要定期的去做管道的清理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在以后的视频当中 再做更加详细的探讨 所以呢 喜欢和关注这些问题的朋友 请一定要记得关注订阅和点击小铃铛 不要错过我的任何一期更新哦 那么我们到底要多长时间换一次呢 我们呢通常是建议 过滤网要每个月进行更换 当然了 有的家庭呢 它的环境呢比较的干净 既没有宠物也没有孩子 然后大人们呢也很讲卫生 每天进行清扫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的建议是 你可以每个月抽出来检查一下 如果不脏你可以再放回去嘛 如果脏的话我们就换 那么大概率来讲呢 像这样的家庭呢 会在两个月左右换一次 但是我们的建议是 最多不要超过三个月 也就是说一年下来 我们的过滤网呢 最少要更换四次 这是对于家里面非常非常干净的了 但是家里假设说 你既有小狗小猫这些宠物啊 也有小孩子折腾 那么甚至说呢 家里面的人口比较多 人来人往比较频繁 我的建议就是 大家要一个月来更换一次 在这里呢 给大家另外一个小tip 就是在每次更换过滤网的时候 大家可以再把换进去的 这个新的过滤网的上面 用mark笔标记一下 我是哪一年 哪一个月份 哪一天进行更换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我们的维修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大量的问题 都是因为过滤网 没有及时更换造成的 那么我们也发现在 跟客户进行沟通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先问他说 你的过滤网上一次 是什么时候换过的呀 大部分的客户都会说 没有换过多久啊 可能也就一个月吧 或者上个星期 两个星期之前 但是呢 当我们的人员到现场发现 他的过滤网已经脏得 惨不忍睹了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 时间上的记忆呢 是经常会出错 所以我建议大家呀 在更换的时候呢 在这个新的 放进去的过滤网的上面呢 最好做一个时间的标记 那最后一个问题 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如何选择正确的过滤网 如果大家呀 到商店里面去看一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过滤网的尺寸呢 就是五花八门 琳琅满目 那么密度呢 通常来讲呢 我们看的时候 第一选好我们的尺寸 选好尺寸之后呢 我们就要选择的是 它的密度 正常来讲呢 过滤网的密度 从1到16 很多个档次 这个数字越高 它的密度就会越高 当然了 它的密度越高 肯定它在遮挡灰尘和杂质的时候 发挥的作用就更加的好 但是有一点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也不要忘了 你可以想一下 那么过滤网的密度 非常的高 它在挡住灰尘和杂质的同时 它对于风的通过 也一定是有阻碍的 那么当它的密度过于密的时候 风过不去 那这边的马达就要使劲的 加倍的工作 那无疑是增加了这个马达的负担 那么这种情况 即便是不是脏 把马达给烧坏了 也会由于你的过滤网的密度过高 导致马达的负担增加 而导致马达被烧坏 马达罢工 那么这样算一下呀 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呢 我们建议一般来讲 它的密度 也就是我们讲的MIRV 在8左右就足够用的了 那么如果说家里面 比如说我们家里面 有比较容易过敏的人群 小孩子 小baby 或者是一些老人 或者是过敏体质的朋友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 把过滤网的密度 往上调一下 比如说MIRV10 或者是MIRV11 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建议 大家去买 有一种过滤网 大概四五十块钱一个 普通的 很普通的尺寸 十六乘一 二十五乘一 四五十块钱一个 但是它的MIRV非常非常高的 那种呢 其实我并不建议大家去购买 并不是很合适 具体来讲呢 大家可能还会往下问 我们要去哪里购买呢 通常来说 常规的商店 Home Depot Cannady Tire Lois Costco 等等等等 这些商店里面都会有卖 那么我们使用的呢 是我们这个行业专用的过滤网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绝对的经济实惠好用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到我的下方链接里面 点击直接购买 那么通常来讲呢 我们是一箱十二个 一箱这样的出售 那么会价格更优惠一些 而且我们提供一站式 邮寄到家的服务 省时省力 好了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最简单 最经济 每个人都可以学会的 还不用花钱的 维护保养的方法 就是更换过滤网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最后呢 请大家不要忘记 点击订阅 关注和下面的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